到了萨尔茨堡 当然要看萨尔茨堡 别误会 这句听起来像废话的话 语法上一点毛病没有 萨尔茨堡原本是一座军事要塞的名字 因为太雄伟太有名 而成为了奥地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从而更成为了他所在城市的名字 这座城堡位于城中心的城堡山上 建于公元1077年 由历任的总主教逐步扩建而成 是欧洲现存最大的中世纪城堡之一 并且从未被攻破过 他最开始的用途是军事要塞 之后也作为主教官邸兵营和监狱 参观这座城堡可以徒步登山 也可以坐缆车直上山顶 城堡内的建筑已经大部分改成了博物馆 向人们展示城堡内的生活和欧洲近千年的武器发展史 登上萨尔茨堡要塞还可以一览无余地观赏萨尔茨堡老城的全景 这座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 古老而美丽的整体景观尽收眼底 很多人来到萨尔茨堡是为了朝圣大音乐家莫扎特而来 莫扎特出生在这里 他短暂的人生中一大半的时光也都是在这座城中度过的 参观莫扎特故居其实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位于梁氏大街九号的莫扎特出生地 莫扎特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光 另一个是市集广场八号 这里被称为舞蹈家楼房 是莫扎特出名家庭富裕之后搬前居住的房子 住房条件当然比出生地那里宽敞豪华多了 米拉贝尔宫是萨尔茨堡总主教于1606年修建的宫殿 他模仿意大利和法国的宫殿 采用巴洛克风格建造 庭院里有美丽的花园 花园有许多风格不同的小园林构成 这里众多的喷泉和雕塑造型精美 都是由名家设计制作的 其中的小矮人花园中的雕塑 活泼可爱接地气 是很多游客最爱打卡的网红地标 萨尔茨堡主教座堂修建于1614年 它被认为是阿尔卑斯山以北 修建的第一座巴洛克什教堂 教堂建筑宏伟 内部精美奢华 这里也是莫扎特受洗礼的地方 对宗教文化有兴趣的游客 那这座教堂就值得花点时间参观一番了 萨尔茨堡其实还有众多景点值得参观 那就取决于您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和个人的兴趣爱好了 圣伯多禄修道院是德语区内的第一座修道院 诺恩贝格女修道院是全世界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修女院 萨尔茨堡还有众多的博物馆 玩具博物馆 木偶博物馆 音乐之声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等等 有兴趣的话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以选择 很多游客到萨尔茨堡 是因为这里是电影音乐之声的主要拍摄地 希望来打卡电影中的场景体验荧幕中的风情 其实音乐之声在萨尔茨堡的很多地方都取过景 刚才我们提到过的景点几乎都曾在影片中成为某一个场景 顺便说一句 音乐之声是根据萨尔茨堡的一位修女的真实故事改编的 那位修女的经历几乎和电影中一模一样 另外说句实话 我觉得萨尔茨堡除了甜品以外 他们当地所谓的特色美食应该很难打动中国人的味蕾 不过幸运的是 萨尔茨堡作为著名的欧洲旅游城市 城里还是不乏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餐厅 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找到自己钟爱的口味 好了 时间关系 萨尔茨堡只能粗略地介绍这些 有机会 您还是应该亲自来这座奥地利的城市 亲身体验一下这座城市之美